歡迎您回到新台南教的現場 昨天在開票其實開了半個小時左右 幾乎可以看到已經是大勢底定了 為什麼? 因為馬英九在他該營的地方是大營 但是蔡英文在整個南部地區 應該大營的地方 卻呈現了小營的態勢 怎麼會這樣子? 特別是在台南 我們在做現場連線的時候 每天都打電話 說這個現場幾十萬人在現場 說在屏東掃街的時候 偷問電到一半的人也總出來看小營 為什麼這樣魅力、人氣 沒有辦法進到選票裡面? 當然有一個很大的因素是 投票率這次變低了 好像大家要拚神話 或是說要過年了 沒辦法這樣一次走兩座 是不是這樣原因? 大家如果這個經濟能力還可以的話 我一天走我坐高鐵怎麼辦? 但是很多人他沒辦法坐高鐵 這人準備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整個南部地區 確實開票的狀況不是非常的理想 一起來了解 我們的歡心 一定要夠多想 帶領團隊一鞠躬 高雄市長陳菊向支持群眾表達 最深的歉意 因為儘管高雄立委席次 綠營大有斬獲 總統票數卻不如預期 陳菊一路緊盯開票結果 越看心情越沉重 事實就是我們是失敗 那我剛說過 拜金之將 除了抱歉 我想還是抱歉 陳菊不願評估原因 但總體來看 英家在嘉義贏了6萬7千票 台南只贏19萬6千票 在高雄贏了15萬2千票 屏東6萬票 原本地方估算要贏66萬 卻只贏了47萬票 在綠營票倉台南 選前原本喊出 英家要得票衝破6成5甚至7成 最後贏不到20萬票 連6成的得票率都不到 賴清德和曹啟宏都歸咎 投票率不高 要想不到 就是投票率竟然只有74% 跟我們設定的80% 是差距很多 不說別的選票 賣票還是在盛行 哇 我很失望 我很失望 曹啟宏表情凝重 痛批選風敗壞 影響了英家 在南台灣開出選票不理想 綠營支持者也傷心 三星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好 徐律師說輸的也輸啊 說什麼都不好 但是為什麼整個南台灣 我們連線氣勢就是好啊 好多觀眾朋友都說 對啊對啊 場子參加完 回來就說動算動算啊 為什麼票開不出來 徐律師 其實我說說不好的意思 不是說我們不能說要檢討 我們承認說 國民黨的戰術是成功的 但是這個戰術 其實在民主國家 在真正選舉裡面來講 我說得不客氣說 實在是真正後步 你看說 本來三月選舉的 把它提到到1月14號 然後又是在學生的期末考 那你們幹嘛不同意不在籍投票啊 不是 不在籍 不在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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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永遠都不要選了 不是啦 中國不能不在籍投票 就台灣本島 那為什麼中國的不行 為什麼台商不行 你這樣一部一部來啊 看位於一個台灣海小炒 我告訴你 只是說 不在籍投票 很多東西 現在回頭來講 都可以討論 但是這個奧部 我們也是要拿出來討論 但是我們輸 你現在跟他說的奧部 要拚也沒有輸掉 例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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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過了 那... 這種過了以後 後來民進黨 連這個以後 你都要去... 怎麼樣去思慮 讓民眾去了解 其實我一直在說 民眾... 民眾不是沒有感覺 民眾最後那個感覺 他也會在一夕之間 會給它爆發出來的 所以我一直在說 這一次民眾不回去投票 我剛才有一位朋友 我問你怎麼不回去投票 他說 阿勇啊 我來參加你這樣 腳的跌跡我就回去投票 因為我回去投票 你知道我一跌跡 我跟我們太太 我們媽媽 然後... 如果有孩子還要回去投票 你知道我們一跌跡 這樣加起來 我們回到屏東 回到高雄 這樣投票 你知道我一跌跡要花多少錢 你知道嗎 他說 如果坐高鐵啦 一個花不用多啦 四千啦 我們剛才三人回去投票 我們花萬里這樣 那萬里 我們吃這個 買菜 吃飯都有這樣 他說 勇啊 萬里呢 我們怎麼回去啊 所以我們最好沒有 派一個回去 都派一個回去 那也是一票 本來可以三票算一票 沒辦法 生活啊 問題啊 再來要回去 現在撐去才差 老闆跟你說 欸 那幫我扛一下 像不是有一家工廠嗎 不是跟工人講嗎 要出去投票只能兩個小時嗎 公文都出來啦 只能兩個小時 那也就是住在附近的 可以去投票 因為你投票完環就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內的車程 你要去投票喔 如果在台北市一個小時內的車程 說伊蘭三里來說 送去到樹林 你都要多回來 不然你就不會有了 你要去新百姓投票 你看到新百姓的哪裡 如果要去三夾 英國你不用投了 不可能啦 要去水洋 要去警察便說了 那麼除此之外 除了這樣 南台灣為什麼開得那麼難看 應該還有別的原因吧 當然這是一個原因嘛 重要的原因嘛 那另外呢 其他原因 小英要一一的在最近的票數裡面 要去統計到我記住 如果小英的票 在這一區 得票率高於立委 那就是立委本身是不是 那個充氣 不敢 我們還要檢討 假如這樣 譬如說小英拿個十萬票 結果你拿個五萬票 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小英的票為什麼不能灌在你的身上呢 另外一個是 立委的票 比小英的票多 那這種時候 這種立委 我們就沒話說 為什麼 表示一邊上是記者 記者跟他說 連可能支持藍軍的人 他都要分離投票 寧願因為我欠你認真 我的立委道理 所以很多地方都要去做檢討 然後最後呢 大家把缺點彌補 下一次的選舉 缺點彌補優點要發揮 薛忠祐你在南部 為什麼本來氣勢如虹 也是贏啦 但是是小贏 可是有一個現象 大家必須要面對 高雄現在的夜市 沒有大陸客 只有賺很多人賺錢 高雄的旅館 包括三星二星的 五星級的飯店 去買二星三星的 幾乎是香港投資 或是港資的 都做 如果今天沒有大陸客 只有沒有生理 如果去多賺 南部這次的票 也算 不斷算國有生 但是不是中國 那也是中國的幫助 南部的生理 這裡面的經濟問題 他們這個東西 沒有增加票 剛剛大家講說 民進黨票沒有留意 他就成功了 他的策略就是這樣 包括蘇靖兵 為什麼去台南 蘇靖兵 蘇靖兵輸了 可是你們認為 如果從選舉的戰略上 怎麼樣成功 某種程度算成功了 他算成功了 對啊 在整個大戰略裡面 這個是成功的 這個是成功的 本來應該是大輸的地方 他去穩住去操住 把他氣勢把交減到回來 變小輸 除了不要忘記 許天才兩任的市長 再加上幾任的立委 更贏多少 萬通票 也有輕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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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也達到牽制的這個效果 所以我覺得 可能不是單一的因素 我覺得中南部在這一波裡面 我覺得你要看 我覺得民進黨 可能要思考說 中國共產黨的 你看 從朱鎔基的 直接恐嚇你 到現在 這麼繞 這麼繞 你看看 有幽露嗎 幽露到你 已經不覺得 票是怎麼投不回來 氣勢這麼好 做設備 就像大家聽著 我拜託 有事無罪 贏 那個司機說 小英贏了 台灣要負貸的路總統 他八點也要投票 貸了 也要生化 尚養化也要生化 他的貸雷 我拜託 從高雄來到台北 坐客人家 貸雷跟我說的 這是政府憲事的人 他這樣感覺 為什麼落差這麼多 民主黨不動 現在改革的先輩也說 跟我們預期的票 怎麼差這麼多 我想要問一下其商 沒有選舉經驗 有沒有關係 比如說 我曾經經過一個很大的場 那小英有去 照理講 這麼大的場 這麼多的人 他應該要做久一點 他自隔夜就走了 人家就覺得你這樣 整天不要來 沒有選舉經驗有沒有關係 會民如果要回到這些選舉技術 選舉戰術上面的討論 那當然我覺得輸的原因很多 但是輸 必須要檢討 輸的原因很多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這些小細節 都會多多少少 每一個都影響到一點點 比如你剛剛講的 我太多一點都會 譬如說 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像我的感覺 在我的選區裡面 很簡單的例子 人家國民黨 他的組織是一頂還有一頂 對 他黨的基 從黨的資源撥下來 到行政院的資源下來 那是一頓還有一頓 一頂還有一頂 那 我們很簡單 我們就靠一個立委 在那裡 每天打擊衝衝衝衝衝衝 每天在那裡衝 連蔡英文做衝衝 就只有這樣子 我們黨那些 親公會婦女會 婦聯會 這樣 油浪一直焦 米粉 我們炒一次 你要炒三次 對不對 你如果要比這個技術面 老實說 民進黨是 老實說是差 差國民黨是差很多 但是 實質上 我還是覺得說 雙技 我覺得尤其總統這種雙技 我覺得是 風 就是說 戰略跟整體 大家感到 我認為那個都會 都會撼動 但是 如果 但是這些技術面 不是民黨不用做 沒有辦法公平競爭 國民黨這個動散的問題 行政主委 這次強力介入 這些都沒有辦法 你如果不去改變 老實說 永遠民進黨在選舉一開始 我們就屬於你的事 來 我覺得是這樣 在2000年的時候 國民黨有行政資源 把所有行政資源都投進去的話 也是輸掉 2008年的時候 民進黨有很多行政資源 當時都在批判說 也是行政不中立 把所有資源全部都去 扶選 全部都去選 還是輸掉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主要是在哪裡 其實你說 你的行政資源介入太深的話 反而引起民眾返感 有時候 用很多資源 廣告燈很多 什麼那個 我是那個技術面 那種 倒不是真正是說 選舉能夠剩前的選因 因為選舉大家都知道 選舉只有一天嘛 選舉過後大家要生活嘛 那南部 你說今天高雄 為什麼 為什麼是說 他票開不出來 我們舉個例子 像那時候五度選舉過後 那時候我們在那個 八八水災的時候 過後以後 那陳吉宇不是說 喔 那故意挑釁嘛 你台灣的高升這麼多 你不去請 你偏偏去請個達賴喇嘛 到台灣來 你說勒比亞 勒比亞台灣有哪些人認識他嘛 所以偏偏一定要把高雄 把他遣到高雄去 那一次 對 那一次 對 那一次我都講嘛 那你這樣子做 你是一種挑釁的行為 我們講 講很坦白嘛 你台灣又不是沒高升 你叫誰來要做什麼 你擺明了 你就是說 你的重點應該是後面 那後來 那後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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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就下一道命令說 所有的大陸客 只能到台南棒到 那要選舉 給中國選 那我們只能講說 大陸很阿爸 我們知道 我們承認 但他就是這樣 沒有要怎麼做 那好 所以我們就導航 現在高雄 不是啊 那你就是說我們怎麼做 所以郭敏東的路主公 他不要做啊 我們就導航 這不是投降 這就是我們自己 就是要找一個說 怎麼跟人家 在二鄰居的旁邊之下 我們就說 派出兵來就你派 那他們就會選擇一個 沒有 這個就選擇一個說 怎麼樣 好好的在維持我們自己的尊嚴 我們可以嫌自己的總統 嫌自己的立委 情況之下 所以要死就然死 還可以 廣告之後 接聽call in 謝謝